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令人想象不到的是 近期各家院线和售票网站陆续接到通知 暂停方华的排片并停止售票 未售出的场次全部取消 9月24日 在上海的宣传发布会上 冯小刚导演就测荡一室 几度落泪 他说 作为导演 我的心很悲壮 有业内人士称 制作成本与一亿人民币的方华 紧急测荡前 已在全国预售四万场场次 直接的经济损失将超过两千万人民币 为什么方华要测荡 谁要求测荡 十九大后中国的电影将走向何方 今天我们与观众朋友一起来分析一下 一 测荡的原因 据了解 该片已经拿到了供应许可证 也拿到了广电局的龙标 应该说放映没什么问题 但为什么突然被测荡 有很多猜测 一种观点认为 当局担心这部涉及中越战争题材的影片 可能导致社会的讨论和反思 也可能激发越战老兵的上访 影响十九大的舆论氛围 因此紧急叫停 第二种观点认为 片中有描写中越战争六分钟的长镜头 战争的残酷血腥沥沥在目 影片更多描述的是对人性的压抑扭曲 以及对现实社会不公的控诉 都触动了当局的敏感点 三世认为了十九大近战眼前 中共已开始进于戒备状态 研发各种事单发生 而方华涉及多个敏感性的话题 文革越战退伍老兵等等 对于老兵退伍后悲惨人生讨论 更是长久以来老兵上访社会问题的真实写照 今年是越战三十八周年 近年来当年参加越战的老兵 持续的到北京上访 要求当局解决退伍军人的生活待遇问题 我认为上述观点应该说都分析的不错 根本原因在于十九大临近 这一部方华的电影涉及敏感话题 当局担心引发社会争议 成为影响十九大的黑天鹅事件 可谓事事无常 方华一事 二 谁下的测荡命 这个问题应该说众说纷纭 有的是说中宣部和广电总局 有的称来自中央高层的领导 还有的称因电影销售不好 冯小刚导演为了炒作故意测荡 我的看法是测荡应该来自中宣部和广电总局 高层的指示 因为中宣部和广电总局 对黑天鹅事件是刻骨铭心的 如果大家还记得2015年2月28号 财敬的雾霾纪录片穷顶之下 就在人大会议召开前三天 突然出现在人民网等视频网站上 观众的点击率很快就突破了两亿次 引发了互联网上广泛而激烈的讨论 也引发了参加政协和人大会议的委员和代表的乐意 回家的路上我就已经开始感到害怕了 全是烟熏火燎的味儿 我就拿一个手绢捂在他鼻子上 这样做很蠢 因为他会挣扎 就会呼吸的更多 以前我从来没有对污染感到过害怕 去哪我都没戴过口罩 现在有个生命抱在你怀里 他呼吸他吃他喝都要由你来负责 你才会感到害怕 那场雾霾持续了差不多两个月 他让我意识到这件事情不是偶然发生 也不可能很快过去了 他就是我十年前 在山西生活的时候我看到的天空 是每天都这样啊 每天每年都是的 每天都三年了 都是一天的 像那些宝贝比外 它是强自爱物 时间长了以后 人体体内就负责 负责到一定的程度 就产生了自爱的风险了 军长你觉得这还是河水 不是河水 是污水 这个有结设数据 你也觉得下来 年底超过是二十九个月 你见过真正的星星吗 没有 你见过蓝颜色的天吗 见过蓝颜色的天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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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见过白云吗 没有 其中部罚对人员结构 区域性环境规划 环保部门执法的低频 在中共的眼里 这种行为触碰了禁忌 踏了红线 抢了人大会议的风头 于是中宣部 只是封杀这部纪录片 到3月6日下午 主流的视频网站 已经全面进播了 穷顶之下的视频 就芳华而言 十九大是目前中共的重中之重 稍有不慎 中宣部和广电总局的领导 将会被追责 比较商业利益 政治的考量 当然是重要的 芳华的测荡 也置在情理之中 十九大后 中国的电影业将走向何方 芳华只是一部电影 但我们更多的是应该通过芳华这个电影的命运 来思考中国电影业的发展方向 坦率地说 我的看法是消极的 纵观近五年的政治走向 意识形态的严控是必然的 电影业尤其如此 习近平上台以来 一直在强调党的绝对领导 和政治挂帅 意识形态左转 历史学家张立凡先生认为 中共十八大以来 意识形态的领域的一系列管控 令改革开放以来 思想言论自由的空间 二见收窄 从批判普世价值 反宪政 批判历史虚无主义 到七不讲 再从真宠轻儒 倡导中国传统文化 到用理伐和制 得主行服 诠释依法治国 张先生称 将文艺视为宣传工具 是马列政党的传统思维 习近平认为 文艺事业 是党和人民的重要事业 文艺战线 是党和人民的重要战线 习近平曾在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就表达了 文艺界现状的部门 文艺事业是党和人民的重要事业 文艺战线是党和人民的重要战线 在文艺创作方面 也存在着有数量缺质量 有高原缺高峰的现象 存在着抄袭模仿千篇一律的问题 存在着机械化生产快餐式消费的问题 文艺不能在市场经济大潮中迷失方向 不能在为什么人的问题上发生偏差 否则文艺就没有生命力 低俗不是通俗 欲望不代表希望 单纯感官娱乐 不等于精神快乐 将有数量缺质量 有高原缺高峰的现象 抄袭模仿千篇一律的问题 存在着机械化的生产 快餐式消费的问题 一一没举 指出 低俗不是通俗 欲望不代表希望 单纯感官娱乐 不等于精神快乐 强调 一部好的作品 应该把社会的效益放在首位 同时也应该是社会效益 与经济效益相统一的作品 文艺不能当市场的奴隶 不要沾满了统策器 我认为 十九大后 习近平王岐山将联手全面实施 新极权主义思想 中国电影业的发展 将会遭遇政治寒流 习当时 重回八个样板系的时代 并非不可能 总之 冯小刚的方华的侧当 固然令观众朋友们不爽 但十亿以后 我相信仍然会上瘾 或许经过这一番折腾 更吊足了观众的胃口 票房 也未必会遗落千丈 但十九大后 中国电影业 将会走进 西风口 也并非 耸能听 好 观众朋友 今天的分析到此 感谢您的收看 感谢您的UNDO